中华电信携手台南市政府 在迎接台南400周年之际 开办新兴学堂新手学系列活动 获得台南市长黄伟哲 以行动支持 亲自出席在七股树林社区举办的始业室 这场始业室在台南市长黄伟哲 与中华电信公司主任秘书张世忠 敲下罗拔正式展开 开学了 来上课 身上陪你 长辈陪伴中华电信新兴学堂 救护新兵 中华电信号召身心障碍朋友 担任数位讲师 创建新兴学堂 从台南出发 前进全台资源不足的高龄社区 用心陪伴 用心陪伴乐领长者 台南市来 团圆带玩 中秋月宇 爱心满满 新兵公司 企业志工是新兴学堂最重要的陪伴者 让长辈善用智慧手机 学习科技带来的快乐与便利 落实多元共荣的数位生活 台南市长黄伟哲致辞时表示 中华电信用心善待台湾的老大郎 选在七股树林社区 举办始业式意义非凡 因为这里是四百年前台江入口 是台湾历史的开始 现在则是全台第一个 由企业为乐领长辈 创办新全台首学之地 我们过去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全台湾的第一个孔庙 台南空主廟台南空廟 总共可以说是全台首学 那我们新兴学堂也是在台湾 在台南也是希望做一个首学 做好我们长者跟生长者 他的一个学习的原地 以及他的培力的基地 所以感谢我们很多很多老师 小部位集团 各位理事长中安寿 大家协助 感谢这个最厉害的中华电信 一起协助我们 中华电信台南营运处 蔡明宏总经理表示 中华电信看见台湾社会的需要 创新规划 开办新兴学堂 借此缩短数位落差 推动数位赋能 我们举办这个新学堂 这重要一件事就是数位赋能 什么叫数位赋能 我们让身上朋友成为新兴讲师 然后了解到怎样的一个数位科技 然后帮助他们呢 重新走入社会 然后带给社会温暖 特别是呢 我们又到七 从台南呢 当出发点 分别到了七谷白河 还有这个东山 还有桃拼 这几个地方呢 都高龄社区 然后透过身上朋友跟中华电信的企业志工呢 带给大家欢乐 新兴学堂讲师李奇翰 他表示 跟其他身心障碍朋友 非常努力的通过中华电信 新兴讲师赔力课程 现在成为老师 可以服务长者使用手机 自己也找到了自信 中华电信新兴学堂的招募讲师 所以我给我一次级一个 挑战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重新去面对人群的一个奇迹 这样子 那在跟我们这些 长者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呢 我就找回我自信 也发现都说 我们身上者不仅仅是 社会的一个负担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 用我们的热情 去回归乡里 那去陪伴 并协助这些长者 去享受社会平权的一个福利 现场50多位高龄长辈 见证新兴学堂开办 兴奋的在成果墙上 找自己的照片 并且和教导他们的企业志工 以及新兴讲师合影 台南市长黄伟哲 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华电信 为逐建高龄的台南市 所做的贴心服务和亮点行动 值得持续推广 我们特别谢谢中华电信 能够全力的支持 鼎力相助 能够打造我们这个最好的新兴学堂 能够让台南成为 再次成为全台首学 除了全台湾第一个孔庙 就在台南之外呢 我们第一个最好的新兴学堂 而且服务市民最多的新兴学堂 也在台南 感谢中华电信哦 谢谢各位 长辈和志工相互鼓励 和乐融融 欢喜度过每一次学习的美好时光 见证培训和陪伴的力量 无论是身心障碍朋友 或者是长辈们身上 都散发着活力十足的生命力 他们对社会参与的行动力和渴望 都值得中华电信继续支持 和情谊相挺 中华电信在不在 在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